尊重,尊重菩萨,尊重长辈,尊重学博人,尊重自己的慈悲心和智慧,你就会保持一种精进力和加持力。 加持力怎么来的?你尊重别人都会有加持力啊。 你尊重老板,老板对你好了,你是不是觉得很安心啊?因为你工作不会被炒鱿鱼了。 你回到家里,你尊重老婆了,你用不着担心老婆把你炒了?现在很多老婆把老公一炒就炒掉了。 所以学博人第一要尊重得加持力和精进力,第二要重罚,就是对佛法要特别尊重。 对法师啊,三宝啊,对菩萨像啊,磕头啊,还有对佛法啊,书啊,学佛啊,要特别特别的重罚,那么得智慧力。 重罚的人得智慧力,尊重别人的加持力。 然后还有一个实修,实实在在的修,不要假的啊,假的没用的,在家里不念听,假的有什么用的? 实修得慈悲力。你去看一个人,如果真正实实在在在修心的人,他会得到慈悲力量。 你去看他学菩萨,一直学,学到后来怎么没有慈悲心啊? 一个人一直念经修心,你说他怎么会对人家不慈悲啊? 什么事情算一算,算我欠他了。 这已经算他的了,好的就说,哎呦,他很可怜,他很好。 那这个人,我应该都帮助他,慈悲力量。 所以你们要学会实修。 有时候人生真的很苦,师父分析给你们听,在人生的苦,它是一层层的。 中国传统文化说,只要有一件事情不送心来了,你准备好,过一,过二,不过三,至少有三件事情接连来。 你们可以想想看,倒霉的时候,一件事情倒霉,接下来又一件事情了。 怎么最近这么倒霉啊? 好,你去讲好了。 你嘴巴里再讲,怎么最近这么倒霉了? 你不念经,不修心,不想改变。 你接下来,过一,过二,不过三,过了之后,好了。 三个月之后,又倒霉了。 它是一个循环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上,叫一层层的刺伤你的心。 一层层的把苦剥开。 你看很多的药,外面有糖衣。 糖衣剥掉里面是苦的。 你把它切开,更苦,一直是苦的。 所以人生很苦。 你只要盯着某一件事情,一时觉得很苦。 你只要对某一件事情,我怎么这么苦了? 你看,爸爸妈妈不如人家的爸爸妈妈,我怎么好? 一时的苦,你盯住它,你就会举步不前。 你就会轮回受苦。 所以你不能把苦盯住一个事情上。 苦了不就苦了。 还有甜的事情啊,找一些甜的事情来就好。 就像吃一桌子菜一样。 你说吃个苦瓜,苦得不得了。 你可以不要吃,你吃别的菜不可以了。 但是有的人就说,这个苦瓜怎么这么苦的了? 吃两口,怎么这么苦的了? 就像很多人一样,吃个菜,哎呀,怎么这么咸的了? 过一会儿又吃,怎么这么咸的了? 为什么? 你老吃咸的,你当然是咸的。 你老吃苦的,你就一直受苦。 你老盯住你人生苦的事情,所以你就一直苦在里面,苦不出来。 所以很多人一直苦,就是因为他没有知道苦是甜的因啊。 因为你苦了,你才会找到甜的因啊。 苦的人是不是想翻身啊? 苦的人是不是想寻找甜的因啊? 比方说你身体不好,苦了吧? 你说我看看病,把病看好了,是不是就甜了? 那么甜是苦的果。 因为你甜了,你很快就要受苦了。 不要开心的时候过头。 哦,这个就是师父讲,甜是苦的果,世间的苦啊,来自于我们心中的妄念,妄想。 苦的人就是因为乱想啊,越想越苦啊。 举个简单的,你生一个病,生上两个东西,开始还不苦。 你过一会儿说,我明天去看病了,医生不知道会说我什么病了,说不定是癌症呢? 不得不得了呢? 好,妄想、妄念产生更多的苦。 因为妄念和妄想会去除你心中的清静性。 你干净的心没有了,你说你一个人从很脏的地方跑出来,垃圾这里跑出来,你心会干净了。 你妈闹子都是刚才看到的那种垃圾。 就算在污泥浊水里,学过人也要有勇气培育出自己清静的莲花。 这就叫入污泥而不染。 你今天做垃圾工,你就一定要穿着那些垃圾呀啦。 你今天要做一个清洁的话,你就要穿上碰得很脏、很臭啊。 你今天在人间,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。 要干净的思维。